我可能 可能 不會 不會 不准 你怎麼會犯這種錯誤 現在不是思考單親媽媽的問題 而是要怎麼告訴爸媽我懷孕了 都是你 害 都你害的 你們男人沒一個好東西 禍害 就這麼讓妳覺得噁心嗎 你咋 你對計分做了什麼 我沒有 你沒有 他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 跟關映達沒有關係 是我自己不舒服 你怎麼了 兩位聽好 我懷孕了 你 你懷孕了 對 真的 我就知道 兩個人去看房間會沒事 我沒有 真的不是 不是 我的東西 我懷孕了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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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孕了 我懷孕了很久 最後決定把小孩生下來 我不打算結婚 不結婚怎麼生小孩 結婚也可以生小孩啊 姐 對方也不願意結婚嗎 我不知道 我不想告訴他 妳的意思是 要瞞著孩子的爸爸 自己把孩子生下來 我認為 小孩不需要一個名義上的父親 再加上 我不想要跟對方 再繼續有任何牽扯 我懷孕他懷孕了 懷孕 可怪我太不關心懷孕了 他秘密交的男朋友都不知道 只顧著自己要追到他 可以算一下時間 之前 你不是有找他去開房間嗎 我也希望孩子的爸是我啊 但開房間那天 我們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只是坐在床 看他吃 人生雞啊 該不會是我吧 你說什麼 為什麼是你 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我跟才薇 告白失敗的時候 靜芬他有來找我 是你跟我講的 對 沒錯 他去找你 就跟你拱床單 你確定 我不確定 可是現在想起來 他的很多反應很奇怪 什麼反應 進程出事那天 我跟靜芬在醫院外面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又來我家找過我 沒有 第一時間否認 後面卻又默默承認 這樣一想 我的耳環掉了 他當時很有可能是在找扣子 他還傳女訊給我 而且一秒收回 他傳什麼給你 你們 男人沒一個好東西 禍害 你全靠 換你 你怎麼看你這樣 爸爸 你怎麼看你這樣對我 宇宙 宇宙 放開我 宇宙 他明明照著喜歡禁粉 還多人所愛 你也知道他喝醉了 他什麼都不記得了 藉口 他這是違反兄弟情義 兄弟妻不可惜 他背叛我 宇宙 你理智一點 現在也還不能完全確定 宇宙就是孩子的父親 今天他不會自己承認的 我會去跟梁家人確認 你姐懷的孩子 很有可能是我的 你是孩子的爸 非常有可能 如果你姐沒有男朋友 男的關係也很單純 照著時間推算 最近跟你姐上傳的人只有我 衛拳 你講話不要那麼直接好不好 怎麼可能 那怎麼回事 總之 就是他們在喝醉的時候 滾了床單 然後扣子可能就是 在那個時候 交在宇宙家的 我知道你姐 現在不想要跟別人說 孩子的爸是誰 她想要一個人 承擔所有的事情 但我不同意 我不可能明明知道 孩子是我的 卻什麼也不做 她的意思是 她想要負起責任 你看怎麼看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不要淺少一點工作量 太勞累對你 你們不太好 都還不確定 孩子是不是你的 你就看事實付權了 我只是在關心你們的身體 好 不要管他們的腳 直接來吧 好 這小孩是我一個人的 我希望你當作他不存在 會不會清晨已經跟你說過 我的想法了 他是說了 但我不接受 我不需要你負責 這也是我的孩子 我不可能不管他吧 會覺得我有我的人生 你也有你的 或許未來我們會有 各自幸福的家庭 幸福的人生 請你不要把事情 搞得這麼複雜 我可以跟你結婚 跟我結婚 嗯 你有搞清楚狀況嗎 我們兩個之間 一點感情都沒有 共組家庭 怎麼會有幸福呢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養的 我們可以先婚後愛 你覺得我們 根本就沒辦法溝通 不會有共識的算了 清粉 這件事情不能再偷下去了 我一直在等妳想偷 我想的很多是妳沒想偷 蜂拳 我知道妳失去采薇 一直沒有了寄託 但妳也不因為采薇走了 就轉移目標到我身上 妳覺得我幫妳 當采薇的替代品 妳怎麼會這麼想 那妳跟我扯什麼先婚後愛 鬼扯 這個世界上 除了愛之外還有責任 我是孩子的爸爸 這是我應該要負的責任 也是事實 這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取代的 取代 妳怕被誰取代 關恨達嗎 妳現在真的是小孩 還是男人的面子 我們要再跟妳提面子 清粉 養育小孩 不管是經濟 還是照顧方面 兩個人都一定 比一個人有利 所以我希望妳可以 好好的考慮一下 夠美 僅僅把這種利弊分析 放在工作上 這又不是談合約 我再說一次 瑞群 我不會打算給小孩找爸爸 還有 我工作很好 不要再煩我 妳知道 我所有案子都是在打離婚官司 夫妻都在搶奸入權 一開始結婚的時候愛 然後撕破臉互相傷害 小孩子夾在父母中間 小孩子有什麼錯 對 小孩子有什麼錯 所以我們只是把順序調換一下 我先負起我乾負的責任 然後我們再來慢慢培養感情 瑞群 瑞群 你可能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幫你步行一下 那天晚上你答應過我 我們之間可以調情 可以曖昧 但不能說愛 小起來 我答應過他 我們可以調情 可以曖昧 但永遠不說愛 我怎麼那麼渣 是 我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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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我 我